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还依稀地记得我第一次辩论的场景 当时我说我不想辩论 马东老师说你得辩论 我说我不喜欢辩论 他说你喜欢辩论 我们就这样辩论了起来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什么来着 你还记得存在感是吧 对存在感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存在感 这女孩又要被互动了 我的名字叫做 直接接回来 这是设计好的 存在感 咱们今天聊的是存在感 就是我觉得存在感这个东西 我从来都不用去聊这个话题 因为我到哪都是存在感 因为我这个充满抑郁色彩的长相 看我到哪都是焦点 真的没办法 我上个出租车 司机都不问我 去哪就开始问我 小伙子你哪人呀 然后我就要开始 那段重复无数遍的对话 因为那个司机肯定会给我 扔一堆关于我家乡的关键词 师傅 小伙子你哪人呀 我是新疆 新疆 好地方 就今年我去过一次 水果 羊肉串 过里哪扎 真的 我每天都经历这个事 每天都是 我说师傅你哪人呀 他说上海 我说上海 14年我去过一次 老头 老太太 东方明初 真的太不容易了 我上地铁也会所有人都盯着我 一上地铁所有人都会盯着我 还有这家长把他的孩子派过来 跟我进行英语交流 对话 他的口语能力 我还真跟他聊 我跟他聊了一路 他妈妈说 他的口语能力 已经从英语四级提升到了 维语六级 真的真的真的 现场有上过小学的朋友吗 上过小学 这有一位上过小学的 今天咱们是文盲专场 看样子 感觉小学的时候 你回答问题积极吗 超积极 你有上过小学吗 这女孩好像真没上过小学 什么是小学呀 我憋到15岁 直接上的高一 小学真的是 回答问题都特别急 大家都抢着刷存在感那种 我就是那样的一个人 我真的会抢着刷存在感 我就每一次 即便不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 我也会站起来一下 我说你经常会突然在半里 呱站起来就坐下去 我说你干嘛 我说我就调一下秋裤的角度 我经常玩这招 经常玩这招 老师都把我看透了 我挖一张 我看出来你都玩法了 卡摩 你这个班级丁的小丑 你这次想调一下毛裤的角度 是吧 今天我跟你讲 黑板上这个问题 你回答不出来三个答案 你别想做一下 意大利生产什么 让我 救富 还有呢 救富二 救富三 我说 安总理你 尊丁的小丁 那谁是 小丁的小丁呢 为什么观众没有反应 我就说观众有可能接不住 小学人回答问题太积极了 小学人太积极了 全班回答都特别急 老师一说 这道题 有时候全班都 哇 嘎吱我的布料都被撕烂了 手都被挑 把那风扇给穴到了 根本不在乎 哇 老师我我老师我我老师我 全班都这样跟疯了一样 全班都疯了 然后有人心脏命就犯了 担架他担架什么 老师我我老师我我 哎呦真的太激烈了 像我这样的举手高手 都是从最后一排 这边举着手边往前走 从最后一排走到第一排 走到掌台 手里在老师面 老师我 老师我 老师老师我 你越这样老师 还越不叫你 他还越不叫你 你还就透明了在他眼里 他就谁 谁 老师我 老师我 谁 还有谁 谁 谁 还有谁 我就叫你不举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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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给气死 然后老师会突然说 把手都给我放下 今天 你们手举得再高也没用 因为我今天叫的是 举手姿是最端正的孩子 然后另外就 用尽全力 用尽全力 太气了 小学举手就是那么积极 初中举手就特别随意 没有积极性了 知道题有谁会让你 这个题我选C 老师知道音用题 你怎么能选C呢 我选A 于谦老师他这次在老师号里面演了一个老师 但我以前上的学我感觉老师不好 各种各样老师 各种各样老师 上高中 同学们没有积极性 但老师开始变得有积极性了 真的 你们有经历过这样的一种老师 就是你们很熟悉的数学老师 有天突然来到班里 然后就上课 全班都被广播坏了 让大家解释 前两天 我给那个二班还有三班上数学课 上了七学课 就今天嗓子有点稍微有点哑了 没事 咱们继续上课 最后一排你们准笑什么呢 你最后一排 你笑什么呢 全班都笑的不行了 这种时候 班里面总有个学习委员 啪 张老师嘴都成这样了 还笑得出来 还笑得出来 还有人哭着 然后学习委员就开始刷存在感 开始啪桌上开始哭了 我是他同桌 他们让我给他递纸巾 我没纸巾 我就在地里张卷子 因为我现在卷子 虽然因为带能擦搭笔笔 这个他把那卷子给做了 这就是七分的好成绩 这种学习委员你们没有吗 你上过学 你也上过学吧应该 学习委员是这样吗 告诉他 站起来翻个跟头告诉大家 学习委员真的是这样 学习委员他一起 没有一点幽默感 还偶尔想搞笑一下 学习委员吧 你自己能做第一排 就他一个人学 全班都在吧 他做就 啪 闭嘴 这是自习课 不是什么说话课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太气人了 上过英语课吗 也上过英语课 学历非常高 今天那位观众们 英语课也有这种事 就有那种 你们老的老师退休了 突然来了个新的英语老师 一到班就开始定规则 以后我的课上 我们只说英语 然后让全班每个人 自我介绍 每个人给自己取个英文名字 全班都是多了 二十几个SAM出来 然后我给自己取的英文名字 UNCLE 老师不行 我叫DJ 他说DJ不行 我说DJUNCLE 他说你可以留着当艺名 然后他就开始 给每个人次名字 你是Jessica 你是Amanda 你是书亚科 你是掌烧钢 掌烧钢 掌烧钢 就自名字 真的 纯英语课堂压力太大了 真的 你要不会说 T-shirt I want to WC 你都不能上厕所 真的太气扔了 我都没有回答问题的积极性了 全班都非常消极 站起来回答问题 你一个个都跟领导一样 Sam, can you answer the question? 老师总是很急 Sam, can you answer the question? answer the question, please? 然后Sam这样 啊 I think this is a kind of hard question I think it's a good question but I don't know I can't answer teacher because I am a bad student Why don't you ask a good student to like Bob 然后我就 I'm not Bob 他就说 OK DJ Uncle Can you answer 然后我就 Now who is the uncle of Benjettino? 谢谢大家 谢谢 这个结尾有点奇怪 我承认 这个结尾有点奇怪 我没想到 有好的收尾 这个没有 没收住 这没有收住 我都不知道 怎么 call back 这个段子 但还不错 是不是 想起来 小学的回忆了吗 真不错 不错的话 其实可以按一下灯 什么的 可以留在舞台上 但是寄你拉票 好不好 可以留在舞台上 不要拉票 我就要下场了 对对对